第二千九百零七章活捉兽灵子 柳无邪离开无极皇城后 化为一道流星 扎入茫茫山脉之中 望江谷的位置 荣原已经告诉他了 强横的神势横扫而出 大半个无极世界尽收眼底 此刻望江谷区域 聚集树枝不尽的仙兽 各个体型庞大 释放出惊人的气息 这些仙兽极其古怪 他们的性格 变得尤为暴力 像是被地东西控制住了 只用了半盏茶的功夫 柳无邪落在瞭望江谷上空 主人 这些仙兽不对劲 他们好像失去了自主思考能力 刚一落下 宋扬就连忙提醒到 正常仙兽 达到妖君级别 就已开启灵智 智商不在人类之下 眼前这些仙兽 发出低沉的吼叫 处于癫狂状态 这确实不符合逻辑 柳无邪既出神势 强行进入一头仙兽妖园之中 查看这些仙兽的元神 正常仙兽的元神 要比人类元神大很多 神势进入仙兽身体的那一刻 柳无邪感觉一股神秘的力量 从仙兽体内涌出 将他的神势 强行挤出去 好古怪的力量 柳无邪表情流露出一丝凝重 再来 这次调动更强大的神势 宛如食指一般 再次进入仙兽的体内 那股神秘力量再度出现 欲要将柳无邪的神势 赶出仙兽的身体 吻开 一声冷喝 神势化为本体虚影 将涌过来的能量全部先飞 趁此机会 神势长驱直入 进入仙兽魂海位置 思 进入仙兽魂海的那一刻 柳无邪到西一口凉气 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 只见仙兽的元神 变成了血红色 极其猙獰 竟然对着柳无邪 做出各种咆哮 更诡异的是 元神除了颜色不对之外 更让他不解的是 元神上面 附着一层奇怪的纹路 寿闻咒 素娘发出一声惊呼 这段时间素娘一直在 整理太古神庙中的书籍 要比柳无邪还要仔细很多 从那些书籍之中 曾看到关于寿闻咒的资讯 经过素娘提醒 柳无邪很快 从记忆中找到关于寿闻咒的来历 这是一门古老的符咒 消失无数年了 凭借此符咒 可以操控任何仙兽 果然有人暗中操控这些仙兽 柳无邪神是从仙兽元神中退出来 目光中流露出冷冽的寒气 无极大世界因为自己 才惨遭连累 导致大批无辜的人死去 这笔账 必须要跟太古家族好好清算一番 主人根据天道神书推演 被寿闻咒控制的仙兽 会压榨他们体内的精血 强行帮助他们提升修为 手段太过残忍 这些仙兽看起来强横无匹 实则肉身早已被掏空 迟早都是一死 素娘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怒气 虽然人族跟妖族 天生是敌对关系 但寿灵子的做法 又被天道柳无邪早已看出来了 利用寿闻咒将仙兽体内的潜力 全部挖掘出来 跟人类吞浮暴灵丹有相似之处 在极短的时间内 牺牲体内精血 强行提升修为 一旦不能击杀对手 倾者修为全废 重者当场经脉断裂而死 难怪这些仙兽整体实力提升这么多 原来是寿闻咒的关系 寿灵子 我知道你在附近 滚出来吧 柳无邪一声力喝 犹如炸雷一般 滚滚阴浪 传遍方圆十万里 纵然是无极皇城 都能听到柳无邪的声音 此刻荣原 正率领无极皇室大批高手 站在城墙之上 以防仙兽再次冲击 叠叠叠 你竟然知道寿闻咒 着实让我有些惊讶 一道刺骨的声音 在山脉深处响起 孤左忽右 很难将其锁定 寿灵子看来还不知道 柳无邪真实身份 前来之前 柳无邪利用禁止 封锁了本来面目 以防身份泄露 柳无邪寄出神室 寻找寿灵子的下落 找了半天 四周除了大量仙兽之外 并无寿灵子的下落 好诡异的隐秘术 柳无邪是暗暗吃惊 他可是神血镜 神是不知道 比先帝强横多少倍 竟然连他都无法 找出寿灵子的位置 难怪无极皇室 拿寿灵子一点办法都没有 唯有斩杀寿灵子 才能化解寿巢朝之为 好好享受寿巢盛宴吧 一阵阵奇怪的笛声 从四面八方袭来 听到笛声后 盘踞在望江谷中的仙兽 如同发了狂一般 疯狂地冲向柳无邪 无论是爬行仙兽 还是飞行仙兽 他们扑天盖地 甚至不惜自爆 也要炸死柳无邪 轰轰轰 一阵阵恐怖的涟漪 席卷四周 无极大世界正在剧烈晃动 大量的空间碎片 从苍穹坠落 柳无邪眼眸阴沉的可怕 寿灵子的目的 不仅要杀了自己 还要摧毁无极大世界 当年圣集一时的三千世界 如今完好保存下来的 不过三分之一左右 大部分世界 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 无极大世界因为地处偏远 而且与世无争 才完好的保留下来 找死柳无邪一掌拍下 冲向自己的仙兽 全部炸开 化为一团血水 荣原与他有恩 自己怎么可能眼睁睁 看着无极大世界毁于一旦 越来越多的仙兽选择自爆 一道巨型裂缝 出现在苍穹之巅 无极大世界处于崩溃边缘了 许多仙兽境界 本来在妖黄境 受到兽闻咒的影响 强行将它们提升到妖帝境 妖帝自爆 威力可想而知 主人 你要尽快找到寿灵子 将其斩杀 这样下去 最多半个时辰 无极大世界 将毁于一旦 素娘眉宇间流露出一丝担忧之色 寿灵子非常的狡猾 自知不是柳无邪的对手 才使用如此极端之法 搜 远处掠过来一道人影 这边传来的炸裂声 让玉罗刹有些不放心 这才赶过来 你替我压制这些仙兽 尽可能减缓它们自爆的时间 我去找寿灵子 柳无邪没时间 跟这些仙兽过多纠缠 况且仙兽数量太多了 根本杀之不尽 想要阻止这些仙兽自爆 唯一的办法 揪出寿灵子 解开寿魂咒 这些仙兽才能恢复自由 好 玉罗差点了点头 突破练神境 修为大涨 压制这些仙兽 难度倒也不大 柳无邪身体一晃 消失在原地 寻找寿灵子的下落 鬼谋 开启 眉心缓缓展开 除了开启鬼谋之外 万象之眼 天罚之眼全部开启 方圆十万里 尽收眼底 每一寸花草树木 哪怕是一只蚂蚁 都必不开柳无邪的感知 神是犹如水银 一寸寸寻找 不论是山洞 还是岩石之中 全部在柳无邪感知之中 时间无声无息流逝 不知不觉斩查过去 依旧没有找到寿灵子的下落 就在柳无邪焦急万分之际 鬼谋突然跳动一下 我怎么就没想到 寿灵子可能并非人类 而是一头仙兽 柳无邪眼眸中闪过一丝明雾 永远只知道寿灵子 却不知道寿灵子到底是何方神圣 柳无邪迅速改变策略 目邦看向那些仙兽 备受魂咒控制的仙兽 他们体内气息比较混乱 很容易发现 强横的神是横扫之下 柳无邪将那些中了 受魂咒的仙兽剔除出来 给我滚出来 猛然之间 柳无邪一个纵射 朝寿群掠去 凌空一掌 锁定其中一头身高 不是很庞大的仙兽 这头仙兽柳无邪从未见过 连较地名字都不知晓 仙兽浑身漆黑 每一寸毛发 犹如泼墨一般 黑得发亮 面对柳无邪那窒息的一掌 浑身漆黑的仙兽 一个蹦射 竟然朝山脉深处掠去 哪里走 柳无邪岂能放他离开 寿灵子应该是太古家族派来的 绝不能让他活着逃出去 手掌凌空拍下 一座惊天领域 将方圆十万里全部封锁 寿灵子自知无法逃出去 只好停住身体 柳无邪一步步逼近 这才看清楚寿灵子真实模样 身高三尺 长相奇特 竟然有四只眼睛 两个鼻子 尖尖的嘴巴 发出清脆的笛声 起初柳无邪以为笛声是人吹出来的 当看到寿灵子嘴巴后 一切都明朗了 从寿灵子的体内 感知到一丝太古家族的气息 这股气息很隐晦 并不是很明显 是谁派你来的 柳无邪知道寿灵子能听懂自己说话 语气阴冷至极 在自己领域之中 他就是主宰的神 纵然是恋神进前来 也休想逃出他的手掌心 你是谁 为何要多管闲事 寿灵子声音极其难听 一眼便看出来 柳无邪并非无极大世界的修士 是太古家族让你来的吧 告诉我 是高家 还是江家 还是其他家族 柳无邪懒得跟寿灵子废话 让他说出幕后之人 听到太古家族 寿灵子身体明显多索一下 你既然知道是太古家族派我来的 应该很清楚 太古家族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 寿灵子虽然是妖族 但智商极高 不在人类之下 太古家族 很了不起吗 迟早我会将他们一一踏平 大手一抓 一道虚无的掌印 压在寿灵子的身体上 任由柳无邪拿捏 寿灵子修为一般 也就堪比低级腰帝而已 哪里是柳无邪的对手 第二千九百零八章恩怨纠葛 不提太古家族也就罢了 他竟敢提太古家族 今世皇朝遗旨的时候 太古家族派大量高手前往 仗着自己继承了 金氏皇主的传承 才化险为夷 这笔仗迟早要跟他们清算 小娃二 你太狂妄了 竟敢亵渎太古家族 寿灵子浑身炸毛 不少年了 谁敢亵渎太古家族 柳无邪绝对是第一人 纵然是修炼到 炼神第三境巅峰的天都大地 对太古家族都保持敬畏之心 何况是刚跨入恋神的小矛头 难怪寿灵子 不将柳无邪放在眼里 再给你一次机会 告诉我 是谁派你来无极大世界的 除了你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同伴 柳无邪语气冰冷 沙意凌然 一步步朝寿灵子逼近 面对柳无邪那骇然的气势 寿灵子朝后退去 尖锐的嘴巴 发出诡异的嘀嘀声 声音极其的刺耳 响起的那一刻 柳无邪感觉自己原神一紧 莫名地产生心慌 静望想控制我 柳无邪这次没有留情 只能活捉他 再剥夺他的记忆 自然知道谁是幕后主使了 零 空一掌 朝寿灵子拍下 轰 寿灵子不算很高大的身躯 直接被拍飞出去 狠狠地砸进地面之中 沉闷的响声 传出很远很远 刚才柳无邪只用了三分力量 寿灵子并未死亡 趴在泥土里面 大口地喘息 小子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休想从我口中套出一个字 寿灵子还在不断挑衅柳无邪 四只爪子死死地抓住地面 做出弹射的姿势 柳无邪大不留心 出现在寿灵子面前 正要出手 寿灵子中间两只眼睛 突然释放出一团妖异的光泽 主人 不要看他的双眼 宿娘快速提醒道 还是晚了一步 寿灵子一直在激怒柳无邪 让他靠近自己 之前荣原就告诉过柳无邪 寿灵子拥有寿灵童 可以操控天地中任何仙寿 寿灵童除了能操控仙寿之外 被人类的元神同样有压制 中了寿魂咒 只能任由寿灵子摆布 柳无邪意识一阵恍惚 整个人变得无比愤怒 想要通过杀戮来宣泄自己内心的狂暴 叠叠叠 小娃二 你还是太嫩了 中了寿魂咒 从此以后只能做我的奴隶 寿灵子发出肆无忌惮的小声 前面两只蹄子竟然立起来 模仿人类走路 宿娘十分焦急 却没有任何办法 主人的元神上面 烙印了一层寿魂咒 无论她如何驱除 都无法将寿魂咒清理干净 寿灵子一步步朝柳无邪逼近 锋利的爪子 朝柳无邪脖子抓过去 为了安全起见 寿灵子打算杀了柳无邪 一个纵射 灵力的爪子 发出猛烈的破空声 几十米的距离 眨眼极致 就在寿灵子爪子距离柳无邪 还有半米之遥的时候 柳无邪浑浊的双眼 突然变得无比清澈 这点东西 就像控制我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邪笑 右手突然前探 抓住寿灵子的脖子 将它提在掌心 不可能 你明明中了我的寿文咒 怎么会安然无事 寿灵子拼了命地挣扎 柳无邪的右手 就像是一道铁钳子 将他的脖子牢牢控制住 四肢在空中乱瞪 像是死狗一样 被柳无邪提在手里 你的寿魂咒太低级了 应该是其他人传授给你的吧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计笑 他拥有两大元神 就算寿灵子控制一只元神 他还有第二只元神 为了搞清楚寿魂咒的原理 柳无邪故意让寿灵子出手 经过他一番查看 基本清楚了寿魂咒的原理 轻松将其破除 你 你到底是谁 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 寿灵子有些慌了 身体如同筛糠一样 不断地战斗 既然你不肯说 那我只好搜刮你的记忆了 强横的魂力 宛如一记镰刀 钻入寿灵子的魂海之中 大量的记忆 涌入柳无邪的魂海 寿灵子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却没有任何办法 足足过去斩查时间 寿灵子身体软绵绵地倒在柳无邪面前 竟然是崔家 柳无邪眉与紧缩 他以为是高家 或 这江家他们派来的寿灵子 唯独没想到 居然会是崔家 他跟崔家无冤无仇 当日跟崔青 也并无发生冲突 崔家为何要覆灭无极大世界 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拒绝加入崔家 就给无极大世界招来杀身之祸 寿灵子极其罕见 拥有寿灵童的寿灵子更是万年难见 崔家为了培养这头寿灵子 没少花费心血 寿灵子一死 望将谷中那些仙兽顿时安静下来 全部趴在原地 大口地喘息 原神上的兽纹皱虽然消失了 但是他们榨干了体内的精血 修为正在不断下降 一些体型庞大的仙兽正在快速缩小 最近几百年 无极大世界的仙兽 很难对无极皇城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了 一座虚拟小世界 弄插 一名白法老者将手中的杯子 狠狠地摔在地面上 兽长老 发生第一事情了 不少弟子连忙跑过来 朝这名白法老者问道 白法老者看似人类 体内竟然还拥有兽足血脉 尤其他的双臂上面布满着灵片 兽灵子被人杀死了 白法长老一字一顿地说道 兽灵子是他一手心辛苦苦培养出来 当作自己的孩子 居然被人杀死了 一听到兽灵子被人杀死 赶来的这些弟子 一脸不敢置信之色 兽灵子可是妖地镜 加上兽纹皱 一般的仙地镜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更为重要 兽灵子可以操控仙兽 在极短的时间内 提升仙兽的能力 纵然是巅峰先帝 想要杀他也不容易 兽长老 是不是搞错了 兽灵子怎么会死 崔家一名管事走出来 朝兽长老询问道 不会错 兽灵子已经死了 而且死前遭人搜刮魂魄 兽长老跟兽灵子心意相通 早就签订了灵魂契约 就在刚才 灵魂契约突然消失 只有死亡 灵魂契约才会失效 无极大世界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杀死兽灵子 赶来的管事咒了咒美 这次派遣兽灵子前往无极大世界 只有极少人知道 此事没那么简单 我需要亲自前往无极大世界一趟 查明真相 兽长老站起来 打算亲自前往无极大世界 说完 兽长老不顾管事的劝告 离开了须弥小世界 朝无极大世界赶去 快去通知家主 管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连忙派人去通知家主 对方能轻易斩杀兽灵子 绝非泛泛之辈 起码也是炼神级别强者 兽长老虽然修为不低 毕竟人生地不熟 很容易遭人暗算 随着天地大劫越来越近 受益最大的 反而是这些太古家族 因为太古家族高手如云 尤其是先帝境 数量远要比先界超一流宗门多很多 你没事吧 见柳无邪在原地发呆 玉罗刹上前观星帝问道 没事 柳无邪搜刮了兽灵子的记忆后 有种不好的预感 从兽灵子记忆中 查到了关于崔家很多事情 这次崔家派兽灵子前来 并非因为崔家跟他之间的恩怨 而是崔家想要统治无极大世界 之前他就怀疑 高家跟江家在金氏皇朝损失惨重 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来对付无极大世界 没想到幕后黑手 居然是崔家 着实让他有些棘手 崔家的整体实力 绝非高家还有江家所能比拟 而且崔家在金氏皇朝中 并没有地损失 他们的整体实力非常之强 自己倒是可以一走了之 无极大世界怎么办 无论怎么说 荣原关键时刻帮助过自己 与自己并肩作战 仅凭这份恩情 他就不能置于无极大世界而不顾 背手是不是很难缠 玉罗叉认识柳无邪也有一段时间了 岂能不知道柳无邪心里在想地 越说没事 证明事情越大 我们先回去 柳无邪不想让玉罗叉担心 有些事情跟他没关系 没必要将他也牵扯进来 两人风驰电撤 回到无极皇城 刚才柳无邪大战的时候 造成极大的轰动 荣原已经率领大军准备迎战 就在刚才 盘踞在望江古的那些仙兽 正在陆陆续续退去 一场受潮危机 因为柳无邪的到来 而烟消云散 柳兄 抓住兽灵子了吗 荣原上前小声问道 回去说柳无邪有些疲惫 事已回去再说 得罪了高家 江家 已经让他焦头烂额 现在又多了一个崔家 倒不是惧怕崔家 反正太古家族 基本得罪了一大半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主要他还有要事在身 召集寻找英龙 没时间一直留在无极大世界 大典中 依旧只有他们三个 受灵子是崔家派来的 直到这时候 柳无邪才说出 受灵子的来历 毕以 荣原这些年 没少前往仙界 也过去天都城 当然知道崔家 连坐在一旁的玉罗刹 都醋了醋眉 当年父亲离开的时候 再三告诫他 所有太古家族之中 唯有崔家不可得罪 道路